来看经济面的讯息 全球都在对抗通膨 瑞典当地经济学者 甚至把高通膨怪罪到歌手 毕昂斯身上 说他进瑞典开演唱会 推高了整个的房价价格 而在美国众所瞩目的利率决策 有重大结果 宣布暂停升息 但是联准会接着暗示 今年下半年还会继续升息 刺激已经连涨四天的美股 周三涨跌互鉴 为期两天的利率会议落幕 美国联准会官员达成一致的决策 尽管联准会主席鲍尔的一声暂停升息 符合市场预期 却接着警告通膨风险人在 暗示今年结束之前 还会有两次升息 联准会一如预期按兵不动 却又放出鹰派讯号 刺激周三美股三大指数 呈现涨跌互鉴局面 不过周四的亚洲股市相当捧场 普遍开盘走高 自去年三月以来 联准会祭出猛烈攻势连续十度升息 如今打通膨总算有成效 但是显现的速度缓慢 对照前一天公布的通膨数字 美国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降到4% 是连续第十一个月下滑 却还是比联准会的目标高出一倍 主要因为经济成长和就业市场 持续比预期强劲 进而推高物价 全美消费者乐不乐意掏出腰包 这个周末或许能看出端倪 因为美国的父亲节就要登场 而无论是准备大餐送礼或者一起出游 全美零售联合会预测 今年父亲节的消费支出将创下记录新高 比近230亿美元 人均消费达到196.23块美元 和台币近6千块 同样打破记录 随着高端棚常态化 全球各地还是有许多人 连基本的三餐都无法温饱 在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爱丽丝郊区的这座菜市场外 可以看到不少人抓个大桶子 在减被淘汰丢弃的蔬菜水果 而这一群正在备料 准备供应免费食物 给有需要民众的慈善团体 见证越来越多人陷入贫穷 寻求帮助的家庭增加4到5倍 阿根廷深陷经济危机 目前每10人已经有4人陷入贫穷 通膨率还预计会在年底 飙上150%左右 反观才刚脱离西欧最高通膨率的英国 最新公布了4月经济成长率 在零受害影视产业的带动下 微幅扩张0.2% 尽管缓慢却不至于衰退 但当局呼吁 对抗通膨还不能停 让即将在下星期登场的 英国央行决策会议 可能宣布连续第13度升息 英国身为这波紧缩循环周 开出升息第一枪的主要央行 也可能成为最后结束升息的国家 TV也希望中文报道